黄斑部病变三大症状要当心。25 抗氧化防黄斑病变 老年姓黄斑部病变好发育50岁以上的男性,年纪越大患病几率越高。 不过近年来也有二、三十岁年轻人产生黄斑部病变,今年四月也有一则报道,新主一名撒八岁的林姓孕妇。 因为清明连甲天天追剧,每天睡前关注灯仍看手机一到两小时,结果突然视力模糊,一周都未改善,经过眼科医师诊断,发现罹患了黄斑部病变。 黄斑部病变症状 黄斑部病变,就会出现中心视野的异常,如视线变暗,物品或线条扭曲,辨识颜色的能力变弱,如蓝、黄、红、绿等颜色变得薄弱。 视野中心模糊。 视野中心灰灰暗暗的,与人说话时可能看不清楚对方的脸。 视野中心灰灰暗暗的,与人说话时可能看不清楚对方的脸。 指眼神灰暗暗,仍然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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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 该笔直的物体,呈现扭曲,不自然的形状。 黄斑布病变原因。 黄斑布病变最关键的危险因素就是老化,除了高龄化社会来临之外,现代人饮食欧美化、吸烟以及不当用眼等等习惯,让欧美失明主因的黄斑布病变患者,在亚洲人数也逐渐增加。 美国国家眼科研究院,National Eye Institute,也指出,年龄是黄斑布病变的主要风险因素。 这种病症常见于60岁以上人群,但也可能提早发生。 此外,吸烟也会使黄斑布病变的几率增为两倍。 。 黄斑布病变如何治疗? 。 。 早期黄斑布病变。 多数病患在早期黄斑布病变阶段,不会出现症状或视力衰退,目前也没有针对早期黄斑布病变的治疗方法。 。 医师可能会建议每年至少一次视力检查,以帮助确认病情是否恶化。 。 此外,老年性黄斑布病变较少发生在规律运动,常吃绿叶蔬菜与鱼类,不吸烟的族群,而对于老年性黄斑布病变患者,采行以上习惯也有助于维持视力。 。 中晚期黄斑布病变。 中晚期黄斑布病变。 。 并发现每天摄取特定种类,高剂量的维生素与矿物质,对于早期老年性黄斑布病变,以及一眼有晚期黄斑布病变的患者,具有减缓病程的作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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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uwords 试验显示,维生素C、维生素E、Beta胡萝卜素、新、铜的组合,有助减少25%的晚期老年性黄斑布病变风险。 Awards二试验则发现,额外加入叶黄素、玉米黄素及Omega3脂肪酸并无明显效果 但若将Bita胡萝卜素更换为叶黄素与玉米黄素,可能也有助于降低老年性黄斑部病变风险 因此,美国国家眼科研究院建议,如果是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高风险族群,摄取含有Awards配方的营养补充品,可能有所帮助 不过,美国国家眼科研究院也提醒民众,选用营养补充品前曾咨询专科医师意见,并谨记营养补充品并非药品,除了对于早期老年性黄斑部病变没有帮助 也无法恢复,因老年性黄斑部病变而失去的视力,尽可能延缓晚期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发生和其所导致的视力流失 失性老年性黄斑部病变,脉络膜血管新生 当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患者,眼底出现血管增生,破裂造成出血等症状时,更可能造成失明 此时需极油注射疗法,光动疗法,雷射疗法等方式,抑制眼底的血管增生,才可能避免视力恶化与失明 黄斑部病变预防方法 透过调整饮食,积极摄取拥有抗氧化作用的营养成分,可透过饮食预防老化,预防黄斑部病变的恶化 1.维生素1 1.维生素1 超过成年人每日所需一半 另外,榛子、葵花籽、花生酱也都是维生素1丰富的坚果类来源 蔬菜类,每一杯煮熟的菠菜含有4毫克维生素1,也可以多吃抗氧化物丰富的花椰菜、番茄 2.心 2.心 2.心可以去除体内的活性氧,老年性黄斑部病变患者血液中的心含量通常都低于平均值 2.心肯定的活性黄斑部病变患者 牡蜜含有大量的芯,此外牛肉,特别是牛肩里鸡、猪肝、南瓜等食材中都含有芯 2.心肯定的活性黄斑部病变患者 2.心肯定的活性黄斑部病变患者 2.心肯定的活性黄斑部病变患者